怎么 你打算这辈子都不理我了 秦王殿下多虑了 如今殿下刚刚封了秦王 想给殿下献殷勤的人多了去了 殿下又何必这么在意我 从前叫我皇孙 如今叫我殿下 你就不愿意 再叫我石七郎了吗 还是这里舒服呀 我年幼的时候呢 我奶娘哄我说 我要是有什么心愿的话 就扯一个竹蜻蜓 等她落地的时候 那我的愿望就实现了 我那个时候呢 特别想见到我阿娘 别人都有阿娘救我没有 于是我便折了好多只好多只竹蜻蜓 翻到墙上一直一直地往下放 直到 全部放完的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奶娘是哄我的 这一个心愿 无论这多少竹蜻蜓 都无法实现 人们常说 傻事做了一次之后 就不会再做第二次了 可我还是做了很多竹蜻蜓 因为是你 为了你 再傻的事情 我都愿意做 何人都不愿意做 我该交过去 我都不愿意做到我 那你就别再关着我 放我跟桃子回营州去 吃我无法应用 那我跟殿下 没什么好说的了 还有仙卿雅致在这里钓鱼啊 怎么 崔乙的大军来了吗 还没有 在路上 慢得很 施启郎 你说这个崔乙 会不会另有心思 这西城经城里情势万变 如果他再不快点的话 我就怕这个时机稍纵即逝啊 他被我胁迫 当然不情不愿了 再说 我兵少他兵多 攻城他却要出权力 你说 他肯速速前来吗 我刚刚收到消息 大将军已经 这倒是个难得的机会 这倒是个难得的机会 说不定可以脱身 小尉 我就知道 你一定能想到好办法 只是此事要从长机 李逆这个人 绝顶聪明 如果不计划周降 肯定还是难以脱身的 肯定还是难以脱身的 李逆呢 那个耳朵一直跟着我 我不搭理他 他就喋喋不休的 说几下午的时候 李逆一直在河边钓鱼 他还问我想不想吃鲜鱼呢 钓鱼 谁啊 殿下 是我 桃子 请进 殿下 小裴将军 殿下 萧魏天天喝药 饮食减了大半 人也轻瘦了不少 这些你都是知道的 今天萧魏喝完药 突然说他想喝鱼丸汤 我就赶紧去问厨房了 但是厨房说 今日不妨急 也只采买了一些蔬菜 可巧 我看到那水桶里 养了几尾活鱼 可他们说 那是殿下 今日在河边钓的 所以不敢擅自做主 我就前来询问一下殿下 难得他想吃点东西 我去厨房做吧 那就不劳烦了 我来做就行 没事 鱼丸吹大讲究巧劲 我来 如此的话 那就劳烦殿下了 陶子 你回来了 陶子 你回来了 是啊 是我来了 趁热尝尝吧 凉了就腥了 好 好 嗯 嗯 好吃吗 倒是挺新鲜 你啊 就应该好好调养一下 就算再生我的气 也不能不爱惜自己 日后 你要想吃什么 想要什么 我都找人给你去买 你就真的不怕我 趁机传递消息 然后一走了之吗 你若是走得了 我也有办法将你半路劫回来 你不信的话 请挂医师吧 孙靖争百岳的大军并未真百 只是迎州并办 只怕孙靖 会速速召回百岳大军 他又掌控了铜关 对你是两面佳机 除非 你能在百岳大军回朝之前 攻下西长井 但是以振熙军如今的兵力 怕是做不到了 说得真好 不过我还是不会放你走的 殿下真是知我甚深啊 答应你 咴声 你也知我甚深啊 请 彼此彼此 而是 aun他